看待這樣子的一個藝術型態 所以我的方式就是想了三個問題 第一個是你覺得聲音是什麼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你覺得什麼是好的 或是好聽的聲音 然後第三個就是問他們你覺得什麼是聲音藝術 那我是真的是非常隨機就是在路上 可能看到那個舊樹灘的老闆啊 或是看到帶孫女的阿嬤 我就是去問他這三個問題 那我大概問了15個人左右吧 就是有學生阿 然後有一些管理員什麼的 就是問你們這三個問題 那在這個聲音檔案的處理上 其實我沒有用太多工具 也沒有用太多的技術 就只是把聲音歸類好 那就是大家可以聽完他們對於聲音的看法 那我必須要講說其實我在這個過程 我自己學到很多是因為他們的反應就是 跟他們的回答讓我還蠻意外的 有一些甚至我無法預期說 會講出什麼樣的回答這樣 那也許大家聽完之後如果有一些想法 也許可以在之後的做堂會 因為他們都會不會載到大天 然後當他們的事實上 有關於哪方面是 都可以看妳什麼 什麼是聲音啊 您覺得什麼是誰 要怎麼講 看你想要怎麼講 什麼聲音啊 一般我們是聽得到聲音 可能對我們這個 如果對私衝的人就不夠感覺到 一般我們就大小聲啊 就是市場的雜音啊 為什麼這樣都有什麼聲音啊 什麼是聲音 聲音人講話就是聲音啊 你講話就是聲音啊 什麼叫做 我不曉得你問的意思 你覺得是什麼意思 沒有東西啊 沒有東西 聲音是什麼 對啊 聲音就是 除非你講出的東西 人家會吸引你 一般講的聲音有什麼用呢 聲音有什麼意義呢 聲音就是音樂也是聲音啊 吵架也是聲音啊 對不對 所以不曉得你範圍太廣了 沒有 你問的問題太空泛 沒有一個 specific topic 哈哈哈哈 好 第一聲音這個音樂 鼓鼎音樂呢 用性格啊 鳳伯伯大同好聽啊 對啊 還有那個蔡依林啊 還有酒令那些通話很好聽啊 在大同好聽啊 好 Wonderful Beautiful 那有什麼 就至少讓你聽起來很舒服的 對 心理上覺得很舒服的 才算是好的聲音這樣 對我的有好聽的嗎 好聽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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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由始說音樂嗎 還是說都可以 都可以 好聽的聲音喔 嗯 我覺得聽起來就是很舒服 然後讓你心裡覺得欸 不會覺得很適合 心情很不平服 很不舒服的感覺 對 蛤 聲音藝術喔 聲音藝術喔 聲音藝術是 聲音藝術就是說 不是說你覺得可以打開你心房的 很悅耳的 可以解決你心裡的那種 疏解你心裡壓力的 我覺得那個音樂就是第一次 好了嗎 三個 哈哈哈哈 聲音藝術啊 聲音藝術啊 聲音藝術講話就是藝術嘛 不是 講話講的 你要覺得很 對不對 很會拒絕 就是很好的藝術 這個來自天才 怎麼樣拒絕人家 你要覺得不會很尷尬 這個就是藝術 什麼是聲音藝術喔 這是有藝術的聲音啊 不是聲音那邊聲音 是聲音變成一種藝術 還是有藝術的聲音 就是他創作的時候 是用聲音來做創作的 是可以這樣講 可是那聲音創作出來的 藝術不好聽 怎麼辦 就是這種一般普遍大作 覺得那是一種 就這樣說在畫面看不懂 這樣 可是 好歹你可以 自己創作者首先 自己創作者要喜歡 對 然後最後還被美術館聽說 你可以進來整 他就可以 就是 人家可以說 這是閒音術 所以是需要專家認定 才能叫藝術嗎 因為他已經是去美術館阿 沒有辦法 就是只有民眾 會罵背後說 我還怕我穿吧 你要裴 Нач 我們兩個已經討論完了 揮答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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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